交通管制的资讯要提醒用路人 这个星期五蓝绿两档新北市长候选人 分别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以及新府路举办大型集会 同时又碰到新北欢乐耶诞城光雕秀 预估新版特区将会涌入超过8万人 现在交通局也准备好启动车流监控 周边道路也将弹性交管 新北欢乐耶诞城璀璨的光雕秀要眼动人 但是要提醒您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选前之夜 11月25号晚上蓝绿两档都有造势晚会 我们有一个集会游行是在我们板一的体育场外面的广场 那这个广场预估也是有2万人以上的一个集会 那第三个是最近刚合定的 那在我们的新满地区的新府路 那由中山路到区运路中间这个路段 那将做封闭道路的一个集会活动 那这个三项活动 这项活动大概人潮也是大概2万人左右 所以我们预估 那么在星期五的晚上会有大概超过8万人以上 会在这个区域来增加参加各项不同目的的活动 为了确保板桥明泉路文化路 县民大道中山路还有汉山东路等等主要干道的交通顺畅 将会从星期四11月24号的晚上7点到星期六凌晨3点 新府路也就是中山路到区运路这个区段将会采取双向封闭 新府路的部分因为交通管制道路封闭 所以必须改到中山路 那转民权路再转到民族路去衔接到既有的路线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按照原定计划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应变的一些准备 那如果人潮溢出影响到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 板桥中山路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顺畅 还有这个公车的运行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改道 也希望民众尽量避免进入这个区块 交通局长钟明石呼吁 不论是要参加耶诞城或者是选前造势的朋友 都可以改成大众运输系统参加 另外还有多达50线的公车 只要车头LED标注行经欢乐耶诞城都可以抵达